感謝大家一起來關心 東部鐵路後續改善計畫 鐵路宜蘭縣東山站的提高改建工程 已經完成了切換到高架 而且已經通車啟用了 去年年底的時候 現在正在進行後續的二期施工 我們感到非常的欣慰 也對這一個機會 對參與交通工程的同仁們 表示慰問也表示感謝 那麼宜蘭地區的連外交通 公路有北宜投書這些公路 鐵路方面也有運量比較大 頓氣化的東部幹線 可以說一個初步的交通網 已經有可以說是出距這樣的一個交通網 那麼政府更續的還要推動 積極地推動花東線鐵路電氣化的計畫 而且我們希望能夠比原定的 能夠盡可能能夠縮短工程的時間提早完成 也就是說希望能夠提供東部地區一個安全 穩定比較快捷的交通服務 我們東山這個戰場 可以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改建的工程 除了創造東山河系這個觀光休閒 可以說是一個門戶 除了這個之外 剛剛我們從簡報上也聽到 它已經通車以後已經消除了 這個三個地面的平交道 使得這個東山地區的平面交通獲得改善 行車的安全也可以提高 使東山地區的這個車站的景觀 這個設計也得到改善 能夠符合我們鄉親們的這個需求 我想這個是值得加許的 這個計畫通車以後 使用前面的第一階段 已經可以消除了南興 這個東城一東城二 這三個連續在這個 短距離之中連續的平交道 我想是功能已經展現 那麼第二階段的這個工程 我們希望能夠如期如直的把它完成 所以請交通部督促我們鐵工局 積極的能夠來努力 希望能夠在明年這個 我們在年底的時候能夠完成工程 到明年三月的時候 能夠完成後續的綠化工程 使得整個這個工程 能夠說大功告成 可以說對地方的這個觀光事業的這個發展 我想會有很大的注意 但是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工程 來給大家一些期許跟這個勉勵 是一個宣示 也就是一個展現了我們政府 對改善東部交通的決心 那麼我想後續的這些工程 我們都會持續的來加緊的努力 最後謝謝大家 祝各位比強入役 謝謝 謝謝月亮的指導與鼓勵